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最后谭小莲 李俊伟 朱莲最被关进了办公室 超市里陆续进来了一些性格各异的顾客 由于和桑水的固执脾气和对超市业务的不熟悉 在购物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插曲 而被关在办公室里的朱莲和小莲想尽办法逃跑 觉得超市稍微平静 和桑水终于要凑够9500块钱的时候 一个愤怒的抢劫犯出现在了超市里 原来在一个星期前 超市附近的商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抢钻石的对方在逃跑的时候路过超市 将这颗钻石藏在了这个超市的冰柜里 面对危险 大家开始想办法共同对付气急败坏的抢劫犯 可是因为配合缺乏默契 闹出了很多笑话 就在抢劫犯即将得到钻石离开超市的时候 大家反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最后联合外面的警察 一起把抢劫犯制服了 大家终于得救了 走出超市的时候 天空已经露出朝阳 政府作为乔热良的第一部大荧幕之作 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大家去回味一下 毕竟那时李小路还没有出轨 乔热良还没离开 对于他们一切才刚刚开始 唉 好了 小莫终于要下班了